廣東粥沒有米粒 肉根是用肉塊果粉做的 果體長得像水餃 就是跟我們台灣本島比起來 是完全不一樣的 鏡頭嚴選了15間店 要推薦給去金門的金子們 準備好了嗎 現在跟著鏡頭一起來吃到 說到金門 童童覺得 一定要吃到的就是廣東粥了 第一間店 我們就來吃永春廣東粥 永春廣東粥 它的味道都很好 尤其是海鮮粥 我自己最推薦 這個米粒都已經被燉爛了 湯就是變得很濃稠 那加上海鮮的味道 你會覺得 有一點在喝海鮮濃湯的錯覺 裡面它這個芹菜的那個提香 把海鮮的味道全部都給它 阿不及 阿不及 因為這個海鮮感覺很新鮮 它的米沒有一粒一粒的 這是這邊的特色 它叫粥米 它的米粒已經被燉到了 它變成與海鮮交織有什麼的經驗 卡卡你 等什麼 可麗 另外廣東粥 配著這根油條吃就對了 這東西就是一定要吃進去啦 像在海裡面寫字這樣 我無法相信這一次 我真的無法相信 你可以開始跳舞了 不需要 你會害羞 等於他們會在那邊 等於他們會在那邊 等於他們在那邊跳舞啊 永春廣東粥 絕對是 什麼分 不及分 永春就是 不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 極地 閩市鹹洲 鹹洲其實在本島上面 就很常會看得到 這個鹹洲 最絕妙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搭上這邊的油條 像麵包款的那個油條 你再尬進去 怎麼樣 就進到夢了 那個豬肉塊啊 滷的其實味道 非常非常夠的 廣東粥的話 湯比較濃稠 因為油條沒有辦法 迅速地 吸收到他們深處 但因為這種鹹洲啊 它水是比較稀一點的 那它就可以 把所有的湯都融在其中 都喜歡 應該會看心情 廣東粥就比較像是 飽讀師叔的書生帥哥 它這個就比較像是 會在廟口鬼混的 台客帥哥 它味道上面是比較重 所以就多了一種那種 叛逆的味道 這麼早起來 主要就是會來吃一個排隊的燒餅 就是精英燒餅 來金門 這邊的朋友就是一定會買一盒 讓我帶回家 你一定要一早就來買 因為它五點開門 可是大概七點多就會賣完 超好吃 它會有一個 韓溪 超好吃的微度 那它有一部分的糖 像糖蜜一樣 濕濕潤潤的 然後流進嘴巴裡面 有一部分它會因為冷掉了 然後咬起來就脆脆的糖片 那樣 我在永和豆漿吃到的燒餅 都沒有這麼脆 另外鹹燒餅 金桐也非常推薦 緊接著我們要吃一間CP值超高的便當店 看到這排隊人潮就曉得 這間店餵飽了多少的在地人 這邊要告訴大家一個訣竅 你直接點雙豬飯 95元 去拿到一個 這麼大一盒的便當 這種味道就是 你家周圍 你最喜歡那間便當店的味道 超滿足 發佈的是金門大學學生們最愛 我很喜歡它 就這個素氣 很素年 素氣 便當美味好入口 怎麼塞嘴都不夠 現在呢要來帶大家吃肉羹 對這邊的肉羹 其實跟本島的肉羹長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喔 其實我之前都沒有吃羹 剛到台灣的時候 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要把湯弄成這樣固固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慢慢的喜歡上羹 這算是排骨座的羹 據朋友們表示 是他們認為全金門最好吃的羹麵 那我們前幾天也有吃一些羹 但那些都比較水水的 它這其實是肉的本身的那個圓塊 去裹粉做成的 它在口感上面會非常非常的不同 在本島的羹通常是比較偏甜的 這邊的湯頭就是比較顯酸 然後就是放了一些小小的蘿蔔丁這樣子 其實相較起來我還是比較喜歡 台南的那種羹湯 就比較甜 然後裡面可以吃到比較多蛋絲筍絲 但是我還是覺得要來吃 因為這邊的羹真的是一個特色 現在到金門的魔飯街 一般的遊客經過魔飯街的蛋捲店 都只買蛋捲 但你知道嗎 有一種蛋捲 又有高粱 又有冰淇淋 在裡面 我們現在呢 就去吃看看 它這個蛋捲其實 也算是蠻經典的蛋捲味道 它的蛋捲皮是非常厚的那種 冰淇淋的質地呢 有點像古早味把布的口感 因為有個高粱的味道 也不是酒味 嗯 我很快 又生生意飲食店 是一間餵在民宅內的餐廳 好 如果你自己在金門這邊玩的話 你會看到他們有品香料鍋貼 但實際上他們上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長得有點似曾相識 原來啊 是水餃 有點類似今天講的概念吧 那你突然會發現 他們就是在這個底的地方 會加蛋液 然後去把它煎熟 它有給你像 有一點點酸酸的 它內餡調得很香 我覺得他們有到非常多 因為隔壁間其實也有一間店 是專門在賣過去的 那間吃起來 我就有一點點不太習慣了 因為戰地背景的關係 其實金門賣的非常多不同家的炒泡麵 而且每一家的風格都有很大的差異 那像這家很明顯就是 它沒有多湯水在那個盤子的底下 這是我喜歡的風格 它的收乾非常剛好 而且麵條也不會這麼快流入 是我目前在金門吃到為止 不是覺得是還不錯的 這間餐廳最新的就是這個虎味飯 在本島其實是不太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料不外乎就是 豆干、大腸、豬耳朵、蟹血豬肉這樣 然後呢 我還沒有吃到 我剛剛在旁邊 我就聞到濃濃的腸味 你們知道 所謂那種大腸的腮膀味 那到底是食比較多 還是香比較多呢 我確定 你如果是一個很善於吃內臟的talker的話 你們就會喜歡你的味道 因為它滷味本身 味道是比較重點 這會是我晚餐上面的選擇 嗯 好吃 販賣多項金門特色美食 而且美道都到位 首先我們來吃這間喜香風 店裡客人整個滿出來 那這間店呢 最棒的東西就是 就是大式刀削麵 那這個刀削麵呢 寬度比外面好多店 你們要來寬一些 首先 我們先來吃吃看 身為一個澱粉礦 這就對了 麵條很療癒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這碗麵吃完 然後後面 就覺得你會有點很酸 那是最棒的 它的湯頭的味道 比較沒有這麼重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來這邊的話 你就是要加那個辣椒 那辣椒其實不會太辣 而且我覺得不要拌開 那種一蘭拉麵的吃法 然後直接這樣一條這樣塞進去 也沒有 嗯 這樣超好吃 因為它有一種脆脆的口感 為什麼 如果你在我麵上面看評論 它會講說 它肉質小麵 比較平衡 比較柴 是比較口感紮實 不是錯嗎 牛肉因為選用較瘦的部位 脂肪少的情況就會比較乾硬些 會擔心的精子 可以選用炸醬麵 可以選擇 您跟隨便 師傅